而相较于周一的好天气从周二开始 全台有感降温 持续受到了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是越晚越冷 而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又是如何 我们请记者蒋邦彦告诉大家 周二开始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 气温明显下滑 加上华南云雨去影响 整体天气又湿又冷 周三开始水气减弱 东半部仍有局部短暂雨几率 朝晚偏冷 提示民众留意沿海长浪以及日夜温度的变化 12号到14号可能是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然后15、16大概气温开始会回升 因为这一波高压已经出去了 然后到17、18有另外一波冷气团 那个封面会来会影响我们 12号开始我们可以看到 温度低温慢慢在回升 然后一直就在持平到14号 大概都会持续在最低温大概14度的地方 不过我们刚才看到重谷的地方 因为重谷受到它的地形影响 所以它的早晚温度还是会比较偏低 然后从15号开始整个温度就开始慢慢回升 然后15号以后水气也变少了 所以15号以后到18号 天气状况是相对的比较晴朗一点点 雨可能没那么多 但是因为我们还是在银峰面上面 所以有些地方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一个情形 一直到周末冷气团才会减弱 气温才会明显回升 不过东半部仍有短暂雨发生几率 中央气象局提醒 留意加中年长者应幼儿加强保暖 再加预寒也请不要紧闭门窗 使用电暖器具也留意用电安全 记者长邦彦华林志报导